大家好,我是波罗 老粉丝一直在问我 你们慕尼黑的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 首先跟新粉丝介绍一下是什么情况 我妈妈2019年在慕尼黑买了一个特别破的一个房子 2021年把这个房子开始重新装修 几乎要从里到外全都做一遍 装修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还没完全弄完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装修到什么程度 而且给你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装修的这么慢 我把两个妈妈也带过来了 这个是客厅啊 那个后面是厨房 小的厨房 然后在这儿全都是玻璃 这个地也会有玻璃 这样在楼下也会有下落 对对对 这个大洞下面是地下室 这个地方之后要铺一个大玻璃 还是磨砂玻璃 不是透明的玻璃 这个上次还没弄完呢 对对现在都弄完了 对在那个后面外面还有一个路台是吧 路台 这样拧到上面就开了 这样 这是在这个有石头的那个地方全都是可以做的一个 然后把这个要铺上地板是吧 对 木头板 就是从这个地方弄一个高的铺在哪啊 铺到石头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还有 这个后面全都是花园 哦这块花园还保留着 对 那家已经弄完了 对 跟他们差不多 这家已经弄完了 看看我旁边这家怎么样 我们这个院弄完了 就跟他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但他这个铺的是石头的 我们这个之后要铺成木头的 他们没有弄这个地上的这一块 因为我们楼下弄了高一点 楼下因为原来特别矮 所以为了可以住人 我们把楼下的那个地又挖深了一些 对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装修了这么慢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德国那些规则特别特别多 楼下就是太矮了 大概矮10厘米 这样把那个楼下不能给人住 对 所以我妈妈就确定把那个楼下 从下面继续挖 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德国那个住人的硬性标准 现在也可以在楼下也可以住 我们那个暴暖的东西多 这个是按照德国新的那些要求做的 他们是没按照那个德国新的要求做的 所以这个他们那个墙薄 我们那个墙厚 但其实也没有必要啊 因为你两家之间你有一个厚的墙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两个墙 如果你按照德国新的那些要求做 德国政府就给你钱 哦 对 所以我妈妈拿了挺多钱 因为她就是按照她所有那个 节约能源的这个要求 按照这个做到了之后 德国政府就给你点钱 但是房间也小了点 小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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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这个整个房子 按照德国政府的那个节约能源的要求去造的 这样政府返了我丈母娘4万欧元 对 嗯 走吧 我们现在已经说了那么多关于那个地下室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下去看看吧 对这个就是他们想在这弄那个电那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正好就来了一个人 就去看这个地方够不够大 按照德国的规则 他说也许不够大 但是他得先跟他的那些同事谈一谈 给他塞个红包吧 嗯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暖气 在这儿也会弄一个清水件 对对 在这儿要放一个浴盆 嗯 这儿厕所 然后这边是厕所 这个东西上次的视频里面跟大家聊了 大家还是感兴趣的 这个叫地缘地热 它从这个地下把那个热挖上来 然后作为暖气来使用 这个是现在最新的那个标准工具 在德国是最新的哈 这个就是现在可以住的房间 嗯 这儿可以有那个 这个上面会放一个磨砂玻璃 这样这个地方就有自然的天光 对 而且这个也可以开那个窗户 嗯 这个是通到院里的一个小窗户 不过上面有那个一个铁丝网 这个地方有下水 所以下雨也不怕 对对对对 对啊 那一家他那个就是地板给盖住了嘛 对 所以说他那个下面就是黑的 所以说他那个下面就是黑的 以前这个地下大概地面在这儿 现在就是给他挖身到这儿 所以他现在就是在法律上来说 就是一个可以住人的房间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在法律上来说 就这样看到原来就是 就是这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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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是 nog 这什么רים 地方都比小 keywords 你的每当地的位置 里头的位置 都比小声 应该是以百分钟一把 买而来是一百分钟 你挖身了和那个大小有什么关系 嗯 哦 如果这个木设的地方 什么买家 你可以去椅子里面 是这样啊 是这样有这种说法 哦 那就是原来可以住人的地方是 七十瓶 这个地下室不算到那个总的屏数里 对对对 所以你租出去或者卖掉只是70平 现在租出去或者卖掉只是100平 那以前就是70平加地下室 所以虽然花了很多钱当然是值得 哦 你说 从50平到100平 这个是40平 然后那个最高的那个楼 他们也弄了高一点 所以现在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楼也算 哦 就是顶层的那个 那个也是10平 所以从50平到100平 原来这个三层加一起只有50平能住是吧 对 因为只能在一楼和在二楼能住 各楼和这个都不算 哦 现在这个和那个各楼都算 就是又加了50平进去 对 哦 这个柱子和这个楼梯还都是老的 对 这些是老的 哦 这些是老的 当然 这个楼梯会准备进去 这会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厕所 哦 一进门的这个 哦 这个到二楼就有这个鞋的这个东西了 对 然后在德国 如果你看这个一个房子有多少平的话 鞋的地方只算大概70%或者50% 就从这个鞋的这个地方下面算吧 对 也就是说这一条你不能算计完全的品质进去 对 就是它的百分之几一公斤的 哦 罐子的这个房子好几能加一起 可能才顾顾十平 对 哇 这个打开可以看到后院了 它还挺凉快的 对 这是一个小的吸收件和可以洗澡的地方 刺索什么东西了 嗯 这个是一个小的庇护 哇 这一条基本上就没怎么算成这样 只能在这儿工作 大家觉得这一个小细条的地方能干嘛 去阁楼里面判判啊 哦 阁楼里面判判啊 哦 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 哦 这个之前没打到地上啊 原来之前这个 原来这个不是在这儿吗 一半 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他们弄得大一点 而且这个是最有意思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窗户就是我们第一次派这个房子的时候 有一个粉丝给我们推荐买这个窗户 不知道是谁 不过你看我们的视频的话 你给我们留言吧 我再谢谢你啊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小小阳台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阳台了 对啊 哦 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矮 对你来说 哦 对 是啊 我没问题 这个地方之前装修的时候就没有了 已经被打掉了 就有危险 对 我们在这儿拍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不太安全 是现在的 对 所以他们现在在这儿重新 这个是老的 在这儿又结了一块儿新的座上了 哇 这个打开 这两个窗户打开就非常好 有一个过堂风了 哇 嗯 他特别着急,他特别想卖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好 现在这种房子 去年邻居买了那种房子 90多万 而且他们没有购买 所以他们才70平 我们这种房子才100平 1,5没有? 1,5没有 目前价格不仅价 但价格不仅价格 但价格不仅价格 所以我说实际上是很重要 对,这种房子是要租出去 对,租出去 见我妈终于可以退休 我妈天天工作呀 发生了几天 开了 开了 暖度差不多2500-2600 两个画面四层 而且那个设计都比较看了 企业比较便宜 你光了,你能不能听好了 欢迎我们的粉丝过来租这个房子 对,你们租或者看 或者找我打个招呼 这个地方没有2米2 所以他们在小人间间 那也是你会再挖第一件 就会这样 在那里想在这儿弄 一个围生线 但是,因为他们都不弄渣米 他们在那里运过,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然后这儿就这个窗户 就窗户在这儿 接着一步就是玻璃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观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请别忘了一键三连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牡尼黑房子的问题 再留言里面告诉我 好了,下次再见 拜拜